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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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没去学校 昨天没去学校 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学的几个注词 首先表示动作的对手对象是哪个注词啊 是 と 对吧 我和朋友一起去买东西怎么说 私は友達と一緒に買い物をします 接下来 格助词 で 有两种用法 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种是表示 范围 比如 学校で一番新しい建物 学校里最新的建筑物 还有一种意思是表示动作和作用 发生的状态或条件 一般是加人数 比如 一个人去 一人で行きます 两个人一起吃饭 二人で食事をします 格助词 に 也有很多种意思 本节课我们学了它的三个含义 第一个表示目的地 比如 去上海 上海に行きます 它跟A的区别在哪里呢 A是侧重于移动的方向 而 に 主要是侧重于目的地 に 还可以表示动作和作用的着落点 一般是跟 入る 登る 乗る 这样的词连用 比如 我们登上了东方明珠电视塔 应该怎么说 に 还可以表示动作的对象 比如 给妈妈打电话 お母さんに 電話をします 接下来我们又学了 疑问词 加カ表示一种不确定 比如 何か 食べ物がありますか 有什么吃的吗 どこかへ行きますか 你要去什么地方吗 最后我们学了形容词和形容动词的否定形式 一起来回忆一下 形容词的否定形式 是把它的词为 一 变成 く 再加 ありません 比如 高い 变为 高く ありません 而 形容动词的否定形式 是用形容动词的词干 加 で は ありません 比如 这里不安静 ここは 静か で は ありません 好 上节课的语法 我们就复习到这里 上节课我们还学了 前币和星期的说法 前币的说法比较简单 就是数字加上货币单位 我们就不多复习了 星期的说法 大家掌握牢固了吗 跟老师一起 从周一数到周日吧 月曜日 火曜日 水曜日 木曜日 金曜日 土曜日 日曜日 那如果我问 今天是星期几怎么说 今日は 南曜日ですか 好 上节课的内容 我们就复习到这里 下面跟老师再来回顾一下 本节课的单词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日 日曜日 あんなに 素晴らしい 本当に 珍しい 一緒に 第一洋飯 買い物 お茶 買う 文房具 食べ物 あと 国際空港 リニアモーターカー 乗る レストラン 正規公園 散歩 登る 美しい 景色 眺める 映画館 おもしろい 映画 バス 店 ああ 品物 値段 一箱 一箱 いくら いくら げん かく やすい えん おおかいて ラーメン チャーハン のむ のむ りょうり おいしい いちば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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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いわい ともだち そしゅう こうそくでんしゃ つく まず 観光バス 観光バス やがて やがて 観山寺 記念 とる めいえん ししりん ていえん つかれる きのう きのう どこ え でかけましたか 這就是我們繪画里的句子 いんがてん か 你去什么地方了吗 第二题 入学生の木村さん 一緒に買い物をしました 这个应该点 と表示一起做某事的对象 跟留学生牧村一起去买了东西 第三题 この店はワイカイロ 一番大きいです 这家店是在淮海路上最大的 ワイカイロ代表一个范围 所以应该点 で对吧 第四题 そこの品物はあまり安 很明显是要点否定 安くありません 天くありません 第五题 みさんと二人 食事をしました 二人后面应该点 で 我和小李两个人吃了饭 第六题 学校の近くの公園はきれい 这个地方也是要填否定的 きれ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第七题 飛行機は何時に上海 つきますか つきます到达 前面要用に来表示目的地 所以上海につきますか 大家填对了吗 好 接下来看第三题 仿照例子 改写句子 第一小题 非常简单 就是把现在时 改为过去时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说答案 然后翻译一下 第一题 食事の後 木村さんと お茶を飲みました 饭后 和木村一起喝了茶 第二题 二人は近くのレストランで 中食を取りました 两个人在附近的餐馆 吃了中午饭 注意 中食を取る 是一个固定的搭配 取る 我们在讲拍照 那个词的时候提到过 这个取る 是取拿的意思 在这里 和中食搭配 是吃午饭的意思 好 第三题 公园で たくさんの写真を 撮りました 在公园 拍了许多照片 第四题 日曜日に ひがいり旅行をしました 周日 去进行了一个 一日游 第五题 駅で 切符を買いました 在车站 买了票 好 第三大题的 第二小题 是把形容词的 肯定形式 改为否定形式 这个也难不倒大家了 我们直接说答案 第一题 駅は近くありません 车站不远 第二题 肉まんじゅうは おいしくありません 肉包子 不好吃 第三题 この映画は おもしろくありません 这部电影 没意思 二次题 これは 珍しくありません 这并不罕见 也就是说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 第五题 旅行は 楽しくありません 旅行 并不愉快 第三小题 是把形容动词 改为否定形式 第四题 このホテルは 有名 ではありません 这个宾馆 不有名 第二题 ここは 賑やか ではありません 这里 不热の 第三题 図書館の建物は 立派 ではありません 図書館的建筑 并不气派 第四题 ここは 便利 ではありません 这里 不方便 第五题 生活は楽ではありません 楽 应该怎么翻译呢 有同学说 生活 不开心 开心 是楽し 而不是楽 楽 这个词 我们在语音的部分 提到过 它的意思是 轻松 舒服 是一个 形容动词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生活 并不轻松 好 最后看一下 第四小题 这道题 跟前期道题相比 稍微有点复杂 我们看一看例句 第一要版的part は一番大きい depart です 括号里给了 この辺り 这个词 改为 第一要版的part はこの辺り で一番大きい depart です 也就是说 把括号里给的词 作为一个 氛围 用で来连接 加到原来的句子里 我们一起来做一做 这道小题 第一题 日産の日本語 は一番上手です 括号里给了 class 那么 改为 日産の日本語 はclass って 一番上手です 小里的日语 在版上 说的是最好的 第二小题 このホテルは 一番高いです 括号里给了 上海 改为 このホテルは 上海で 一番高いです 这个宾馆 在上海 是最高的 第三题 この部屋は 一番きれいです 括号里给了 学生寮 改为 この部屋は 学生寮で 一番きれいです 第三题 私の家は 一番遠いです 括号里给了 三人の中 改为 私の家は 三人の中で 一番遠いです 我家 在三个人当中 是最远的 第五题 日本語は 一番下手です 括号里给了 外国語の中 改为 日本語は 外国語の中で 一番下手です 日语 在我会的外語当中 说得最不好 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题 仿照例句 回答问题 第一题 あなたは 一人で 行きますか 括号里的提示 不 不 我和朋友 三个人 一起复习的 也就是 我和两个朋友 一起复习的 第二小题 昨日 露さんは 一人で 買い物をしましたか 应该回答 爸爸 爸爸是 一个人 吃饭的 不 他和我 我们两个人 一起吃的 第四题 一人で 出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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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いいえ クラスの人と 四人で 行きました 你一个人 去一日游了吗 不 我跟班上的同学 四个人 一起去的 也就是 我和其他 三菱同学 一起去旅游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 第五题 回答下面的 问题 大家先不要看课件 先听老师读问题 看看你能不能听懂 第一小题 今日は何曜日ですか 今日は何曜日ですか 我问的是什么呀 今天星期几 大家根据实际情况 回答就可以了 比如说 今天星期一 今日は月曜日 今天星期三 今日は水曜日 好 第二小题 昨日は何曜日でしたか 昨天是星期五 比如 昨天是星期日 昨日は日曜日でした 昨天是星期四 昨天是星期四 昨日は木曜日でした 注意 过去是一定要用でした 不要说成です 好 第三题 昨天才是星期五 昨天好新期六 昨天天气很好 昨天是好天气でした 那有的同学说 我要说天气不好怎么说呢 还记得悪い这个词吗 它是坏的意思 昨天是悪い天气でした 老师再教大家几种常见的天气的说法 比如阴天是曇り 曇り 下雨 雨 雨 下雪 雪 雪 我们也可以说 昨天是曇天气 昨天是雨 昨天是雪 好 下一题 あなたはよくどこで買い物をしますか あなたはよくどこで買い物をしますか 问的是 你通常在哪里买东西 大家回答一些地点就可以了 比如我经常在超市买东西 怎么说 私はよくスーパーで買い物をします 还可以说 我在便利店买东西 私はよくコンビニで買い物をします 便利店 都做コンビニ 或者说 我在商场买东西 私はよく デパートで買い物をします 好 下一题 あなたはいつも 誰と一緒に買い物をしますか あなたはいつも 誰と一緒に買い物をしますか 你通常和谁一起买东西 我们只要说一个人称就可以了 比如跟妈妈一起去 お母さんと一緒に買い物をします 和朋友一起去 友達と一緒に買い物をします 和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一起去 彼氏と 或者彼女と一緒に買い物をします 如果有的同学说 我就喜欢一个人去买东西 应该怎么说呢 一人で買い物をします 不要忘了这个で 好 下一题 その店の品物はいいですか 値段は高いですか その店の品物はいいですか 値段は高いですか 刚刚我们不是回答了 经常在什么地方买东西吗 这道小题就继续问 那个地方东西好吗 价格贵不贵啊 如果东西又好又便宜 应该怎么说呢 品物はいいです そして値段も安いです 两者用そして而且来连接 如果东西又贵又不好 怎么说呢 品物は悪いです 或者品物は良くありません そして高いです 那如果这个地方 东西很贵但是很好 应该怎么说呢 品物はいいです しかし高いです 两个句子之间 用表示转折的 しかし来连接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东西不好 但是很便宜 大家自己说一下 品物は良くありません しかし不贵です 好 下一道题 学校の食堂の料理は美味しいですか 学校食堂の料理は美味しいですか 学校食堂的饭好吃吗 好吃就回答 はい 美味しいです 如果不好吃呢 いいえ 美味しくありません 如果是不太好吃 怎么说 いいえ あまり 美味しくありません 如果有的同学说 老师 我想说 还凑合吧 怎么说呢 那老师就来教大家一个 非常实用的句子 まあまあです まあまあです 就是还可以 凑合的意思 别人问你 食堂の料理は美味しいですか 你就可以回答 まあまあです 下一道题 あなたは時々 レストランで食事をしますか あなたは時々 レストランで食事をしますか 你有时会去餐馆吃饭吗 如果你经常去 要回答 はい よく レストランで食事をします 如果有时去呢 はい 時々 レストランで食事をします 如果 不太去呢 あまり レストランで 食事を しません 好 下一道题 あなたはよく映画を見ますか あなたはよく映画を見ますか 你常看电影吗 答案跟上道题差不多啊 如果是经常看的话 よく見ます 如果 有时看呢 時々 見ます 不太看呢 あまり 見ません 或者 有同学说 我就是不看 私は映画を見ません 最後一题 食事の後 あなたはよく誰と散歩しますか どこで散歩しますか 食事の後 あなたはよく誰と散歩しますか どこで散歩しますか 問的是 你饭後 一般跟谁一起散步 去哪里散步 当然 有同学说 我饭後 从不散步 那你就说 私は 食事の後 散歩しません 那么 那些散步的同学 你们都是 跟谁一起散步呢 有的人是 跟妈妈一起去 お母さんと一緒に散歩します 还有 跟奶奶或者姥姥一起去的 おばあさんと一緒に散歩します 还有 学校里的学生 是跟同学一起去的 友達と一緒に散歩します 那 大家一般去哪散步呢 比如 家的附近 家の近くで散歩します 再比如 去公园散步 公園で散歩します 在大学校园里散步 大学のキャンパスで散歩します 或者 在河边 川の近くで散歩します 都是可以的 好 我们这道题就做到这里 接下来看一下 第六题 翻译句子 老师上节课给大家留了作业 现在大家把自己翻译的句子拿出来 我们一起对一下答案 第一题 昨天真是好天气啊 你去什么地方了吗 昨日は本当にいい天気でしたね どこかへ出かけましたか どこかへ出かけましたか 是的 我出去了 はい 出かけました 我和小李两人去朋友家了 路上と二人で 友達の家へ 行きました 注意 等还有で的用法 友達の家后面也可以用 你 你朋友家远吗 その友達の家は遠いですか 不远 骑自行车用了15分钟左右 家 遠くありません 自転車で15分ぐらいかかりました 我们10点左右到那儿的 私たちは10時頃 そこに着きました 注意 着く前面用 你 午饭在朋友家 三个人一起吃的 昼食は友達の家で 三人でしました 昼食をする 是一种比较正式的说法 也可以说 食べました 当然 昼食 也可以用口语化的 昼ご飯来代替 好 第二小题 你经常在哪儿买东西 あなたはよく どこで買い物をしますか 当然 あなた也可以省略调 よくどこで買い物をしますか 我经常在学校附近的商店买东西 よく学校の近くの店で 買い物をします 那店的价格不贵 而且 东西也好 その店の品物の値段は 高くありません そして 物もいいです 又便宜又好 中间用表示并列的 そして 来连接 昨天 我买了肥皂 肥皂 是 石剑 石剑 昨日 私は 石剑を 買いました 多少钱 多少钱 いくらでしたか 一块五 一元 五角 でした 注意 这两个对话 通篇都要使用过去史 如果有的同学忽略了这一点 都使用了现在史 那就全错了 一定要引起注意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本节课的 看图说话题 你 日曜日は 何をしましたか 问的是 你周日 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七幅图 说一说 画面上的人 都在干什么 第一幅图 这个小男孩 应该是在 买东西 買物をします 第二幅图呢 打篮球 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をします 第三幅图 他在 洗衣服 服を洗います 第四幅图 在 学习 勉強します 有同学说 我觉得他在 写作业 也可以说 宿題をします 或者说 在看书 本を読みます 第五幅图 在吃饭 食事をします 也可以 还可以说成 ご飯を食べます 当然也可以说 具体的 朝ごはん 昼ごはん 夕ごはん 等等 第六幅图 是在 听音乐 音楽を聞きます 最后一幅 大图 是他在 看电影 映画を見ます 但是 光有这些动作 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说出 做这些动作的 时间和地点 时间 可以是 早 中 晚 上午 下午 等 还可以说 昨天 明天 今天 或者 星期间 几点 几分 等等 至于地点 比如 买东西 肯定是在 スーパー デパート コンビニ 这样的地方 而做运动 应该是在 運動場 学习 有可能是在 图書館 閲覧室 或者 教室 吃饭 应该是在 食堂 而看电影 肯定是在 映画館 听音乐 洗衣服 一般是在 家 或者 寮 那老师要求大家 用时间 地点 还有所干的事情 来描述一下 这记幅图 比如说 我早上 在运动场 打篮球 私は 朝 運動場で 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を しました 或者 我下午 一点到三点 在图书馆 学习 私は 今晚 1時から 3時まで 图書館で 勉強しました 大家可以 仿照这两个例子 根据图画的内容 自己 说三个句子 说完后 可以上传到 讨论区 让我们的老师 帮大家指证 好 本节课的内容 就讲到这里 大家课下 还是不要忘了 复习所学过的内容 并且 预习新课 第八课 好 我们第七课 就讲到这里 皆さん またね